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它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大家好 同温城突破同温城 我是同文勋 我是杨倩宏 川普又在推特上面发文了 那么这次蛮有趣的就是 他最近几次强硬的发言的时候 都是美国的股票在最高点的时候 那他当然很自负啦 就是为什么我们拿这个帽子 他第一年对 他第一年的那个竞选的口号 上一届的竞选口号是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 结果他现在是用keep 就是很小 就是很小 keep 就是变成三个字而已 就是保持维持美国伟大 也就是说他非常自负的认为说 这四年来 前面三年的任期 他已经完成了他第一任的竞选的宣言 恢复美国的伟大 那所以我请导播进来 就是那个纳斯达克 还有他的这个道琼指数 在十年的这个曲线 很明显的 今年的这个美国的整个经济的状况 是十年以来这个长线 到达最高峰 还未高 这个就是为什么 川普这么有自信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线图 OK 这两个线图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他就是一路往上攀升 这个十年来这是最大 当然他有一些上上下下 这每一天嘛 是正常的 而且在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大战 这场冲突 最严重的时候 确实有好几天 这个震荡非常的剧烈 就是川普突然说 我要再对另外2500亿的 这一个产品 加成25%关税的时候 哇 崩就掉下来了 所以有人在开玩笑说 川普是不是在跟这个金正恩 或者是在跟习近平合作 在炒股票 所以这个股票会震荡上下下的 那这是开玩笑 可是川普的自信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如果川普在当选 中共非常的清楚 川普已经谎话了 是 你现在不跟我趁这时候 跟我把所有的贸易谈判谈好 到了2020我重新当选以后 我不会跟你谈了 我就直接加税 就是条件会更严苛 会换另外一套谈判的筹码跟你谈 我就直接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甚至我根本就不跟中共谈了 那不谈 就直接加税 所以他现在很明显就是威胁他 那威胁他就是说 中共只能面对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说 我现在就买单 我承诺你要在农业中 要买的那些农产品 我现在就要买单 你不可以说我承诺要买10吨 然后我分个100年来买 对不对 我承诺要买了吗 只是没有时间限制不行 他要让你马上兑现 这是一个 再来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习近平的位置会不保 被他的政敌说你上权入国 他老早就是被定位上权入国 习近平本来就是上权入国的人 依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评断 他根本是卖国者 依中国现在那种疯狂的 有精神病状态的民族主义 来评断习近平是卖国者 我们上权入国到底 其实到今天为止 台湾还有很多的左流媒体 都认为说 美中的经贸大战 最后中国一定赢 美国一定输 乱猜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最极端的方式 来分析这件事情 就说如果这个 美国在美中经贸大战上面 我们再撑个三年好了 如果中共可以撑得过去 如果再撑个三年 那这三年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数字的高低而已 可是我们刚刚看了 纳斯达克跟道琼公会指数 是十年以来最高 你有没有说法认为 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上来 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上来 第一个他在这个2008年的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的金融风暴里面 他就真的让一个经济出问题的这个经济 就是流浓流窗他就整个垮掉 就让他垮掉 所以再重新救回来 应该在这个曲线上面也应该到达 整块重打 是重打 所以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 是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了 因为他旧的这个问题打掉了 就是那一些Leverage 就是过度的 华尔街的问题 华尔街的这个过度杠档 是 的问题结束了 是 所以回归到基本面 比较基本 然后再来就Revive 所谓Manufacturing Revive 这个应该给欧巴马一点点 Credit 因为这个Manufacturing Revive 就是制造业的 复苏的这一套 在欧巴马时代 其实已经开始了 那也就是恢复Mate in USA 美国制 美国制的产品 这都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呢 尤其在新科技的这个翻转上面 又有一些新的希望 你讲到欧巴马 我突然想到一个插曲 就是 我们现在想到欧巴马 突然觉得这个欧巴马好模糊 他好像没有做过什么 可是事实上他很有个人的魅力不是吗 那做总统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不做总统谁理他 我们在计程车上面在DC的时候 有一个小插曲 那计程车我上去的时候我就故意 因为看到是一个黑人计程车司机 Uber 那这个上去之后我发现说 这个计程车司机 不是一般的计程车司机 不是一般的Uber 他读了非常多的书 他读了很多书 他跟你的对话 所以我就开始有点这个 在开玩笑我就说 你知不知道欧巴马好住哪里 他都知道哪一条街 然后接着他就说 川普的女儿也满在那条街上 我说这样听起来 这条街应该很安全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在那附近买一个房子 他就笑了 好 我说这样子会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他说不一定哦 可能会有很多 省机病跑去那边放炸弹 那是开玩笑的 所以欧巴马 欧巴马就是这一点 他这个 所以 共和党跟民主党在 有些基本的政策上 比如说 恢复美国 制造业 这一点事情是一致的 第二 就是一起都是缓共 这也是一致的 只是那一种力度做法 还有在人权的主张的分量 很不一样 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 都是 原料都一样 只是做菜有人喜欢辣 有人喜欢酸 就这样 有酸有辣 就这样的差别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美国 未来的这一个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做了一个最厉害的经营模式 就是所谓的 Risk Assessment 他就是风险控管 也就是说美国 这个国家 现在在经济上 是全世界做经济控管 做的最好的国家 但这个原因当然之一 是因为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知道跟做人家做生意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风险 他风险要从哪里去控管 是因为他就把整个美国当成一个大公司来经营 所以这时候他吸收到什么 当这个世界这样动荡 尤其他敢发起这种 这么大的两墙之间 美中贸易这样整年谈判 而且现在谈不完 为什么他会谈不完 因为谈不完美国利益最大 因为只要谈不下去 这个世界的尘埃 就整个贸易的战的尘埃 就这样像红皮刷 从2018年2月到现在 能逃的逃能跑的跑 包括其他国家 通通脱离中国 都脱离中国以外 其实也脱离很多国家 很多的国家也认为说 放在自己的国家也不安全 还是去美国吧 所以很多资金大量回到美国 所以全世界没有见过一个国家 货币宽松时期这么长 什么叫后期货币宽松 就是中原一直印钞票 美金应该一直扁一直扁才对啊 然后今年就是2008年到现在 十年来连准会第一次降息 对 终于降息了 所以会更宽松 会更宽松 为什么 他要吸收更多资金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他需要印更多的美金给大家 去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条曲线会在继续往上走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一个曲线 全世界处在一个风险世界 所以需要寄托于美元 对 稳定货币 好 所以我们说 美中经贸大战 其实美国面临的问题 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数字的大跟小的问题 不是太大的问题 他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中国还能够熬过三年 他也不过就是一点上上下下一点震荡的影响而已 可是中共呢 中共面临的是什么 没有未来 死得快或死得慢的问题 一定会死 但是死得快或死得慢的问题 因此没有筹码 那为什么习近平还要继续打 他也没退路 又是香港问题的重演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好 所以 美国股市来到了历史的新高点 还会更高 但是美国的国力也是在历史的新高点 还会更强 还会更强 所以三一冰淇淋 会有实现的可能性 会实现到最后 如果 当然这个基准点会是在2020 川普在此当选 在此当选以后 他会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这个国际秩序 我不排除他会 他会改造联合国 或是说 他退出联合国 令祖国联 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参加他的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The Maestria of Advanced How to Advance 的这个会议 基本上就是联合国的会议 出行 已经出来了 108个外长 然后他如果 我觉得这个都川普可能做的事 就那个联合国大楼 他说联合国我退出了 你给我滚蛋 你就离开吧 你们这些 我不要 那联合国大楼啊 就马上是现成的 那个 纽约的联合国大楼 马上就变成美国为主导的新联合国 那个联合国里头不会有中共 不会有俄罗斯 就我们这一次去参加的嘛 那不就是个联合国会议吗 是 所以 3E 冰淇淋会有实现的一天 会 一定会走到那一天 那所以 台湾准备好了吗 还是 但是 当那时候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是 中共垮台 整个垮下去以后 那个 中共垮台当然是一个巨大灾难 那垮下去以后 台湾怎么去应变 我觉得我们一天到晚在思考说 中共打台湾是不对的 我们要想像的是 中共垮台以后我们怎么办 因为中共垮台以后照样 那不是打台湾的问题 而是说 对台湾还是有一个 军事级以上的冲击 就不是打台湾 而是我们会受到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 经济 军事 各方面的冲击 那这些冲击 我们的应付的方法 跟我们应付中共打台湾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的这些总统 选举人 没有一个人提出 这个思考 这是 所以说这个选举 2020的选举 是一个没有未来选举 没有看见未来的选举 大家不晓得在选什么 更好笑的是 天天在做民调 都没有人在考察说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三个名字 三个字就可以民调 真的是智障 感谢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 有没有一种产品 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 净 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捡不完的玩具 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 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 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 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 不需要大费周章的 使用烘衣机 还能环保 节能 爱地球